業績的總額 它當然有12個問題 第一個是全部總額 全部總額其實有幾個方法 總標裡面 剛好看到有個銷售金額 其實銷售金額就是把這邊全部加總起來 但是 全部加總 當然你可以從這邊加總之外 我們用樞紐分析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們優標先放在這個 總標裡面 不過總標要先做出來 第二個的話就是在這邊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那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 接下來的話把那個欄位名稱 因為你可以看到欄位名稱就是總標裡面 其中有個欄位名稱呢 就是叫做銷售金額 在這裡 銷售金額有沒有 那你就很簡單嘛 把它拖拉到值就好 那也就是說沒有列也沒有欄 放開 它就自動幫你統計 OK 沒有列沒有欄就是沒有分類 那就是 它不管 反正全部的 OK 但是其實這樣沒有什麼意義啦 所以你的分析表這樣 就是加總 所以呢 第二個問題它是希望做什麼 第二個問題 所以 看一下 第二個問題 各縣市 各縣市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第一個要統計的就放在列標籤 那所以你要找各縣市 那應該是各縣市名稱 所以看一下有沒有這個欄位呢 我們一樣切過來 看一下有沒有各縣市 有沒有 縣市名稱 有沒有 所以縣市名稱怎麼辦呢 把它拖拉到哪裡呢 拖拉到列標籤 放開 各縣市就出來 OK 當然呢 各縣市部分的話 你還可以 去做 我剛剛講的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做什麼 做 各縣市前三名 前三名怎麼做 前三名 什麼 那很簡單嘛 第一個 排序 有沒有 如果各縣市前三名 一 選取這個合計 不包含總計喔 二的話呢 資料 裡面有個什麼 A到Z跟Z到 應該哪一個 Z到A 按一下 排序 那前三名怎麼辦呢 你在用篩選的方法 把什麼呢 把這個合計裡面 台北市桃園 台北縣 以外的通通把它勾選掉 比如說最簡單的方法 篩選 假如說我今天全選 之後呢 那我要留下前三名的話 那我就是台北市 台北縣 不過現在沒有了 桃園 OK 北部 最多按確定 你會發現 留下來前三名 OK所以你會發現 排序加篩選 可以做很多事情啦 所以很多東西 其實都是 這樣子在 做一些變化 OK 再來你如果說你要把它恢復的話 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邊 再把它全選 它又恢復了 OK 排序的話當然你可以 Z到A 然後 A到Z也可以 如果你要按照那個 限制排序的話 你一樣嘛 游標放這邊 然後把它恢復成 剛剛的排序方法的話 那你就是看什麼 這邊就變成名稱排序了 有沒有 如果你要恢復成剛剛的 限制名稱的排序的話 那你只要游標放在這一邊 它就可以按照 這邊的排序 如果這邊排序變成說它是按照 筆劃排序 所以如果說你那個欄位裡面是 數字的話 是按照大小排序 那如果裡面是文字的話 它會按照如果中文 會按照筆劃排序 那如果裡面是英文的話 它會按照 什麼啦 英文字母 排序 OK 這個排序蠻重要 如果你會的話 可以把你要排出來的資料 把它做一個 這個 這個 輸出 那再來的話就是 第三個問題 各限式 之外 還要各部 各限式 所以 主要的分析對象應該是限制 其次才是這個限制 每個部門它的業績情況如何 那怎麼做 很簡單啦 其實 直接怎麼樣 把剛剛的這個限制部分 列的部分 特別注意 可以再拖拉 有兩個方法 我要統計 那當然有一個是 限制下方 所以你可以 登那個 再來就是 什麼 各限式 各部門 所以部門 那我就找到什麼呢 部門名稱 把它拖拉到哪裡呢 拖拉到列標籤 第二個欄位 所以你會發現 會先出現限制 再出現什麼 再出現它的 業務一顆 業務四顆 所以你會發現 像台北市是 兩個顆 四個顆都有 可是台中好像只有一顆 跟四顆 有業績 也就是說 二跟三他們有業績 不見得每一個部門 都會有業績 所以 這樣分析馬上就清楚 就是哪一些 那個業務單位 那再來就是說呢 你會發現 這底下還有一些東西 比如說像 合計 就有同學說 老師我不希望這個合計出現 因為每一個 這個我希望它哪一顆出現就好 不用幫我合計了 那不用合計的話 你第一個想到 是不是可以直接 把這一列刪除嗎 特別說 那你這樣刪除 會有問題 如果你要把那個合計不出現的話 記得有它有個功能 直接按右鍵 我建議是 直接按右鍵 有沒有發現 小計 它其實就小計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小計打勾取消 不見了 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很簡單 再按右鍵 把小計 再打勾一下 又恢復了 這樣應該OK吧 所以其實 它裡面有些小功能 你會的話 其實就 很快的可以把你不要的部分拿掉 那你不要手動 自己慢慢刪 麻煩 按右鍵就可以了 全部消失 另外 如果你 這個應該要留 這樣的話 第三個問題就OK了 那再來第四個問題 什麼 各部門 各產品分類 其實就是各產品 那個的業績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變成說 我不要 什麼呢 不要那個縣市 再把產品放進來 OK 不過呢 分類的方法 就是分析的方法 其實 不是 只能夠放在 同一個 列標籤 你當然也可以 把它放在藍標籤 有沒有 假設我們剛剛 同樣的分析方法 那如果你放在一個放在列 一個放在藍的話 其實看到的結果 好像似乎又 不大一樣 但有些部分是一樣的 一個是都縱向的 去看 一個是縱跟橫 把它交叉分析 那 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做做什麼 再來就是說把那個 部門 把縣市拿掉的話 往上拉 然後再把產品 產品部分的話就是 看到這邊有一個叫分類 不過這邊好像不叫 那個 產品名稱 它叫分類名稱 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 藍標籤 我們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 部門 所以這個公司 業務部門 有四個客 分別的話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 這家公司 賣一些硬體設備 主機板 匯流牌 顯示卡 這邊的話 金額它會顯示出來 不過一般習慣是這樣的 就是說 這個數字 一般如果沒有 千分位符號 真的很 不好閱讀 所以理論上 像這種 數字比較大 的話 通常會怎麼樣 把這個數字部分選取 然後做什麼呢 常用裡面 會用什麼 千分位符號 這個 有沒有 千分位符號 因為 這個點下去 馬上知道 百萬嘛 就算得出來 所以理論上會怎樣 先按下 千分位符號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呢 把那個小數點 因為它如果 按下 千分位符號之後 它會多兩個小數點 所以 把什麼 小數點移除 所以移除小數點 你這邊減少 1 2 OK 但是如果寬度還不夠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有個方法 B欄到 E欄 選起來 直接在這個中間其中一條線 快點兩下 這快點兩下意思是說 自動幫我把那個欄寬用到最 適合的欄寬 這也是很好用喔 因為有的時候欄寬一定不夠 比如說太窄 或太寬 有沒有 很簡單喔 你就把你要調整的這幾欄 選起來 假設 欄寬不OK 對不對 你就把這幾欄選起來 快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這樣的話呢 以後你那個報表 就會 馬上一目了然 這一招 所以有些 有些簡單的招 我順便講一下 因為這些 不會當然也不影響結果 可是 不會就看起來就不對 差一點點 雖然是差一點點 但是其實就差很多了 像我今天講了還蠻多的小技巧 那些小技巧如果你都會的話 我覺得做起事還蠻愉快的 如果不會我感覺就是 怎麼會這樣子呢 你怎麼這樣在做事情呢 對不對 有的時候就覺得說 你 就是 就感覺就很順暢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已經 完成的那個 第四個問題 另外的話第五個問題 其他的話 也可以參考那個講義裡面 講義裡面的話 我有這邊有一個分類 當然第 四個問題也可以把它放旁邊 也可以把它放上面 所以兩種做法 都OK 所以也許你這邊假設 你希望能夠把那個 主機板 分類名稱放旁邊的話 當然也可以把這邊再拉到下方 兩邊分析看一下 那兩者之間最大差異就是 你可以看到每一個 部門 在每一個產品上面的一個狀況 甚至你可以做排序 這排序 縱向的檢視 跟那個有一個是交叉檢視 兩者之間也許可以比對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第 第五個問題 而且我們先 先把那個第1跟第4個問題 先試試看好了 另外如果可以有時間捏去 可以把圖也把它畫一下 看看 來試一下 待會再來看那個 後面還有5到12 好 有